大家好,我是小熊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因为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多 卫生问题也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所以我成为了一个清爹工 负责打扫村子里的卫生 其实吧,本来我也不想管这些的 可是那个该死的新任市长 把我的店铺全封了 说要把村子搞干净才给我解封 真是的,等搞定了这些破事 我一定要去投诉他 啊,足球 哟,这不是小熊吗 赶紧把足球给我们送过来 什么,区区几个小屁孩 居然这么嚣张 去那边慢慢捡吧 真是的 我去,这些足球又是哪来的 哈哈,让你乱踢我们球 就让你踢个宝吧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 用刀把这些足球全部扎破 哼,看你们还拿什么踢 哦,这边的便便也太多了吧 哦,这人怎么在这里睡觉啊 喂,赶紧起来 回家去睡 哈哈,别管他了小熊 他是个酒鬼 整天出了喝酒就是喝酒 哈哈,可是他这一身便便躺在这儿 很影响我的工作效率啊 脏了,先抬到我家去吧 你在这里好好醒酒哈 真是的 村子里就是这种人太多了 才会变得这么脏呢 哦,这间房子破破烂烂的 多久没打理过了 把这些藤蔓清理一下吧 哦 哎,一仔又过来了 就非得躺在这儿是吧 吃了这个面包就赶紧回去吧 别在这儿躺着了 哦 好了,开始打扫这间屋子吧 真脏啊,全是便便 估计是流浪汉住的 这种破事 怎么会让我给他喊上了呢 哈哈哈哈 等等,密室 我有种不好好的预感 先把枪拿出来再说 哦 下去调查一下吧 我去,这里面有一圈黑帮 啊,抢劫河屁村 喂 算了,我还是别管这些破事了 嗯 等等,如果我把它们全给解决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高卫生了 哇 哈哈,我要立功 哟,哥儿几个,你们好啊 嗯,我去 你小子是谁 别执执炎炎了 你们的抢劫计划我已经全听到了 哈哈哈哈 所以为了我的店铺 就委屈一下你们了哈 嗯 一枪一个,全部解决 喂 这里面的应该就是他们抢的东西了吧 搞开看看 我去 这么多钻石 看来这几个家伙不是出饭呢 嘿嘿 直接连钻石带箱子 全部带走 呵呵呵呵 呼,终于弄回来了 接下来 只要找长官们说清楚情况 我就不用搞卫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不用搞卫生了